上次在發表會操作手勢操作的時候 因為是用單手那可能顯得有點不太順暢 那這裡我就用正常的雙手來示範一遍 iPhone X沒有空間之後怎麼用手勢來操作 我們最常用的第一個是在任何時候 想要回桌面的話就是從桌面 這樣子往上一幅啊就可以回到桌面 那還有幾個千萬道多工畫面呢 就是比方我現在正在用這個功能 然後一樣從底部往上滑 但滑到中間之後稍微停一下之後 就可以出現這些之前曾經用過的程式 那其實這個畫面是可以一氣呵成的 也就是說你這樣子拉上來之後馬上滑就可以切換 那如果你不想要交出每一個程式的畫面 當你在用任何一個程式的時候 直接在底部左右滑動 一樣也可以切換你曾經使用過的程式 然後接下來還有上面 再從右上角往下滑是可以叫做控制中心 那從左上角往下滑就是可以顯示控制 然後大家可能也會問說那沒有控制中心 然後先截完或是需要按鍵的部分 只有這個效果可以實現深度的感覺 我們最常用的當截圖 就是按住電源鍵跟音量上 或是按住之後可以截圖 而且你可以發現截圖上面這一塊 就是它其實是完整的 它這邊並沒有出一塊 就是截圖的部分 那如果是要開啟Siri的話 就是長按這個電源鍵 就可以啟動 然後面試看再從修明的時候 在修明的時候 按住電源鍵 一樣也可以使用 但是這樣子我要進行截圖的 那關機的話呢 就是按住電源鍵 可以音量鍵任何一個 然後同時長按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連SOS的 連位是用這個方式來插動 然後我把這邊就是我們熟悉的關機 然後呢 還有一個功能是 有時候我們在 我們拿出 因為iPhone 8現在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在iPhone 8的後面上面點兩下 然後讓畫面縮下來 那在iPhone 8上呢 我們首先要到設定 輔助功能裡面 打開這個便捷網 不過反體中文的這個介面 這個方法叫做單手操作 我們打開單手操作之後呢 也是在任何一個畫面 然後在螢幕底部這樣往下滑 它就會縮下來 好 這些就是以後 大家可能會經常用到的 這些手式操作 謝謝